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ZACK 阿羅台的 Hole Life調查局 好名 遜 這個字往往帶給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有點失敗 有點弱小 而且有那麼一點負面的一個形容詞 但沒想到 在現今百家真名的VTube市場當中 居然出現一位VTube 因為太遜了 最終居然遜出了名堂 變成了VTube界中 獨一無二的存在 還可以說開創了整個VTube中一個全新的屬性 遜炮屬性 它就是Hole Life中武器生的 Momo Suzu Nene 桃林茵茵 Ganine 人稱社長Nene 或是海豹 對 Oh my god 另外我們今天影片最後 特別邀請到我們的台灣石油王狼爸 來跟我們進行一個簡短的訪問 大家記得要看到最後 桃林茵茵Nene 出道於2020年的8月6號 並於一週後的8月13號進行出配信 而在出道第一天的推特活動中 Nene 就在她的第一天推特PO文中 展現了她那與生俱來的天然呆 訊炮屬性 Ga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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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沒有發現 哪裡怪怪的啊 沒錯 就是這個Hashtag 原本應該是要打 新人VTuber 結果Nene一個手把打成 新人VTuber 這片文一PO出來 馬上就被同期生作長展開嘲諷 以及眾多的前輩們都前來參戰 還讓新人VTuber這一次 一時間成為了推特上的熱搜榜 到了今天新出道的VTuber 還是會使用這個傳奇Hashtag 至今更是累積了3700多則貼文 然而Nene的訊炮屬性呢 當然不止於此 不論是跟其他的聯動者總是第一個正玩 還是搭礦車時忘了下車 又或是玩Minecraft才會讓自己處於一個暴死的動態 基本上只要是在玩遊戲內 總是不會讓大家失望 一次又一次的訓炮演出 然而她面對這些玩遊戲的不順 Nene她可以說是非常正面的去接受自己的訓炮 每次啊總是笑著去面對這一切 幾乎很少看到她在玩遊戲出球 或是訓炮的時候 有任何生氣或是暴氣的反應 這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學習的一點 最近玩遊戲的年輕朋友們都越來越嗜血 來 輸死決鬥 然後在第一次收益話通過時 這是一個可以讓每個VTuber 感到相當驕傲的一個時刻 但我們的Nene啊面對大家 董鍊的第一個反應居然是 抱歉 大家今天都在邊唱歌邊道歉中度過 說實際上看的真的是又訓又可愛 再者似乎是連營運方母公司cover 都察覺到Nene這個訓炮的特質 在某一次Nene與前輩們的五人聯動企劃當中 居然只有Nene沒有被3D化 取而代之的是一張Nene的2D指牌立會 Nene的2D指牌立會 是的 整個聯動呢從頭到尾 Nene呢都是以這張2D立會在參與 不禁讓人感嘆 這也太遜了吧 欸不是 這是官方在搞人吧 然而Nene她最令人欣賞的特質之一呢 就是在面對這一些啊 一般會讓人沮喪甚至懷疑人生的一些經歷時 她都會拿出自己最棒的一個心態去面對 一直以來都是一位非常正面 散佈著歡樂的一位VTuber 然而每一位VTuber 對我者相當辛苦而且不為人知的一面 當然Nene也不例外 像Nene就有在一次的直播中跟大家透露過 她當初為了加入Hololife這個大家庭 公司在世紀的階段前後就已經落選了4次 很懶惰的 Hololife的報告 Nene4次也落選了 Nene4次也落選了 嗯 心悶得抑鬱 也許一般人連續面對4次這樣的打擊早就放棄了 但Nene她一心想成為偶像的心情 以及她意志的堅定 述使她一次又一次不斷的努力以及挑戰 在過去甚至有人直接批評她的聲音 覺得她的聲音不適合當一個偶像 Nene 昔呢 我友人 我真的不是說的聲音很可愛 就說過了 哈哈哈哈 嗯 聲音很可憐 那時代也有了 然而Nene她透過不斷的努力 終於在最後第5次試鏡時 成功打動了Yago的心 以後這段Yago呢 心生畏懼 心生恐懼 不會的 就算明天再來也沒關係 明天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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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論如何呢 最終還是入選了Holo Life 成為了旗下的VTuber 假如Nene當初在第一次被拒絕時就放棄 我們今天恐怕就看不到 這麼可愛這麼迅炮的這位VTuber 而且我得說Nene她真的很懂 Holo Life他們要的是什麼 在她直播中的畫面 有時候就如各位現在所見 嗯 非常混沌 另外Nene一直是梗圖啊 廢片等等的熱門選擇 常常都會看到很多有關Nene的廢片 那成為VTuber之後呢 挑戰其實才剛剛開始 武器森出道的時間點 剛好正值Holo Life 2020年的爆發期 在Nene出配線的隔一天 也就是8月14號 Nene的頻道啊 就直接突破了10萬訂閱的門檻 對比2017年的空嗎 當年為了突破10萬訂閱 前後可是花了足足半年的時間 是的 在2020的下半年 Holo Life的相推加成之力 就是這麼的誇張這麼的強大 但才配星期天 就有這麼多的訂閱者 這個看似開局首偷魔關羽的一個起步 在帶來笑意的同時 另一方面呢 其實也給Nene 以及其他武器森 帶來一個不小的壓力 畢竟各位試想看 大部分的VTuber 以及Youtube的觀眾 都是從零開始 隨著時間慢慢累積出來的 而武器森他們一出道 就有著10萬雙眼睛在盯著你看 一舉一動啊 都會是眾人的焦點 而且在初期的設定當中 Nene的人士啊 有著許多中華娘的元素 像是穿著中國風的服裝 有著一顆大鈴鐺 或是愛吃餃子等等 使得在一開始的配信之前 大家都以為Nene會講中文啊 或是會了解中國文化等等 結果真的開始配信之後呢 大家才發現 我看你... 完全是不懂啊 Nene就是一個很單純 在日本土生土長的女孩兒 不過有趣的是 Nene在前期說話的時候呢 會有著阿魯這樣的一個口屁 這個阿魯其實就是 日本很多ACG動畫當中啊 中華娘很常出現的一個口屁 其實從這些跡象可以看得出來 原本的營運房cover 可能是想要讓Nene透過這些要素 打入當時在中國 經營了有聲有色的VTuber市場 殊不知這樣的一個設定啊 不管在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眼中 看起來都不是非常的買單 所以即便Nene有著這麼可愛 這麼亮麗的一個顏值 在配信初期的時候啊 訂閱數在50聲當中還是比較低的 而就在這個時候 2020年的9月份 HOWLIFE又發生了龍星事件 總公司卡文也在這個時候 決定退出中國市場 解散中國主 其實Nene又再次面臨新的考驗 慢慢的呢就改掉了阿魯這個語憑 也進階導致後來換衣服 使能去掉一些這類的設定 這樣也好 讓大家看到了全新的Nene 但因為服裝改的相當的臨時 導致大家都在發布正月新衣裝的時候 Nene只能用自己的雙手手繪上場 以上的種種事情可以說是 這讓Nene這條偶像路啊 走得非常非常的艱辛 甚至一度因為壓力啊 造成自己耳朵短暫性的失衝 我不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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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是說的 我不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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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看見Nene 當時所背負的壓力啊 是多麼的龐大 即便因為要改服裝 導致自己啊 跟不上武器身門的演唱會表演 但Nene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從來沒有表現出 憤屍技術 或是怨天遊人的樣子 而常常是選擇畫悲憤為力量 正面的去面對這些事情 因為她知道一個偶像啊 是要帶給觀眾快樂 總是要忍到一個時間點 才敢慢慢的釋放出來 但即便在這種感覺的時刻啊 內套 她還是訓號的 不然 糟糕 我不會唱 呃 呃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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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猝死Nene會有這樣行動的最大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她這都要說到Nene的夢想以及目標 她的夢想以及目標呢 一直都相當的明確 就是要成為一個大家心目中的真正的偶像 Nene啊 其實她一直都非常清楚 一個偶像到底該帶給觀眾 帶給粉絲些什麼 而這一切一切的想法以及堅持 也在Nene3D化那一天 全部毫無保留的表現得出來 在這個3D回當中 Nene展現了Tahna的超乎常人的偶像力 證明她自己不只是迅馬 而是一位真真實實的偶像 看著在台上用力演出的Nene 附近讓老茶我打從心底感到佩服 一方面就是有看過最精彩的偶像唱跳 另一方面是在了解Nene的故事後 就會知道她今天站上這個舞台 有多麼的不容易 雖然很常不小心訓炮 雖然曾經被說過不適合當偶像 但Nene她從來沒有放棄 她相信夢想的力量 也相信自己的力量 更相信粉絲給她的力量 Wide就是要在這邊 透過偶像的傳染力 傳達給支持她的觀眾 只要努力 夢想 一定會實現 反正她也真的成功了 在這一次的3D回當中 雖然說是舞棋生中最穩的一個3D回 但卻是所有人當中 第一個破百萬的3D回 是眾多人們心目中的一個神悔 老茶我想就連Yago都會感到非常的欣慰 這就是我們所最隨著的偶像 透過著我們的支持以及偶像的努力 一起去完成一個偉大的夢想 老茶我想這就是作為粉絲最感動的一刻 這份心中的回憶已經暖意 可不是金錢能夠買到的 而這就是她偶像所能帶來的力量 也是Nene她一直想要呈現給大家的內容 然而像加了一個偶像 到底是怎麼跟海豹掛紗掛鉤的呢? 其實這完全都是因為某一位烤肉們 沒錯 作長資料所呢 她做了一系列有關Nene的海報名 而且每支影片的配音呢 都非常非常的到位 就連Nene本人都看得非常的高興 我看了一系列的影片 Nene 全片是新的 Nene 可能是新的嗎? Nene 喔! 那是新的Nene 人是新的 甚至一度還拿海豹圖片來當封面 很迅速的就在V2圈創造一個海豹旋風 也讓Nene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等花育粉絲 迅速的增長 這梗紅到什麼樣的程度呢? 連咕啦在恭喜Nene的時候 都親自畫一支海豹Nene送給她 Nene也是一位特別照顧海外觀眾的VTuber 常常面對一些海外流言 她都會特別是用翻譯機做翻譯 算是跟觀眾走得非常近的一位VTuber 雖然她的訂閱數在室內排行不是非常的前面 但在台灣等等華語圈的人氣卻是非常的高 其實老茶我個人覺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上述了這些海豹名 更比如說上次老茶提過這個台幣斗內排行榜 Nene居然是榜中的第二名 這是怎麼辦到的呢? 沒錯 就是因為出現了 辣個男人 人稱台灣石油王的狼霸 相信呢有在追Nene直播 或是有在看考人 絕對不會對Ogami 狼霸這個名字感到陌生 沒錯 就如同這個廢片 以及這些精華所展示 每當Nene直播時 狼霸一出現就是用ASC來講話 而且每次的數量都相當的驚人 那邊的那邊的 那邊的那邊的 也會打到HazSpa 那邊的那邊的 Made of fire Made of fire Made of fire Hey hey look down Made of fire Made of fire Oh 神君 Rainbow sky Thank you 常常抖到超出那年的想像 真的可以說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存在 可以說是真正的台灣滴滴之光 而我們今天呢就特別邀請到狼爸 來跟我們分享分享石油王的想法 好 接下來呢就是由老茶我來 跟狼爸做個簡短的訪問 但由於狼爸本身比較低調一點點 所以待會狼爸回應的部分呢 將會有老茶我來幫他配音 OK Let's go 想問一下狼爸 丟彩虹SC給新愛的VTuber時 當下有沒有什麼樣比較特別的想法 或是心情之類的 嗯 其實也還好 就只是單純的讓錢 變成快樂的形狀 要說什麼感覺的話呢 不管是誰被對方感謝都會很開心的吧 有時候雖然可以在其他VTuber台 看到狼爸的SC 但明顯感覺出來 狼爸對於內內是特別情有獨鍾的 想問問看狼爸 內內身上有什麼樣的特質 這麼的吸引狼爸呢 內內直播出奇 透過有位專門翻譯雜談的烤肉大佬 瞭解到了很多內內自己的事情 尤其是關於努力這件事讓我感同身受 我真的自己不是個很努力的人 看到像火雲人這裡 小李這種努力突破型的人 都會覺得很佩服很想支持他 狼爸丟了SC 絕對可以說是全台前幾名 身為丟SC的大佬大前輩 有沒有什麼想法想和其他想丟SC 但還沒有丟過的人做分享的 我的SC其實沒有很多 只是常常在比較重要的日子一次丟 才讓大家有這種錯覺 真的比我多的都很低調 每次開台必丟個上限的也大有人在 不過丟SC的心態要正確才行 有時候看他反應很有趣 但也不要過頭了好像在要求 而且得失心也不要太重 覺得自己有丟錢 就必須要得到對方更多的關注 畢竟SC的功能 只是單純的為了表示自己的支持而已 狼爸你有缺乾兒子嗎 呵呵呵 抱歉我已經只有女兒了 呵呵 好的各位人家已經只有女兒了 好啦以上就跟狼爸一個簡短訪問 我們再次謝謝狼爸 聽完狼爸這些分享 其實老曹薇感受到他說的這些點 而也因為奶奶是一位 非常愛惜粉絲的Vtuber 因為這樣的組合 才能讓我們看到一些 相當難得一見的景色 或許奶奶他不是人氣最高的Vtuber 不是很會玩遊戲 常常耍訓炮 但他絕對是一位非常努力 非常有潛力 也非常成功的一位 偶像Vtuber 老曹我也非常期待 奶奶他未來可以帶給我們更多的光芒 讓我們知道 即便是訓炮 但只要朝著目標 不斷努力不要放棄 最終也是能站上舞台發光發熱 好啦大家趕快去訂閱 奶奶的頻道 喜歡奶奶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訓炮台報 蛛式會社這個Discord群組 加入連結老茶會放在影片資訊欄 以上呢就是這次的 Whole Life調查局 奶奶篇 大家還想看什麼樣的Vtuber介紹 歡迎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 ZACK和老茶呆呆的頻道 這裡是老茶呆呆 我是老茶 我們下次再見吧 大家掰掰